北京當中線普京一二光 普利哥淫突傳二棟 克利大使說 共產主義中國是美國最大敵人 前線醫護曝光 大灣區醫護赴港交流藏水分 澳梅說新西蘭外長訪華被訓一小時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8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雅加納兵便雖然平息 但俄羅斯局勢因此陷入不確定 中共是關鍵時刻 當眾比盟友一記耳光 據半島電視台6月27日報導 中共駐歐大使傅聰最近接受半島和其他幾家媒體的採訪 被問到是否支持烏克蘭修復所有被俄羅斯佔領的失土 傅聰回答說 為何不是 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 要反對烏克蘭恢復自己在1991年獨立時的所有領土 烏克蘭1991年獨立時的領土 包括克里米亞半島 中共曾在2014年聯合國就克里米亞歸屬投票時棄權 當年來北京官方也始終拒絕就這問題表達明確立場 因此 傅聰這次公開表示支持烏克蘭奪回克里米亞是非常罕見的 有觀點認為 這個背後可能是中共擔心 因為與俄羅斯捆綁過於緊密 特別目前普京政權遭遇多重危機 不過半島電視台也提到 傅聰今年4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 亦有類似表態 他說 北京不承認莫斯科吞併烏克蘭領土的做法 包括哈里米亞和頓巴斯 瓦加納兵變雖然只持續一天 但外界認為 僱用軍除德的戰果羞辱了普京 特別是 在進軍莫斯科途中 瓦加納軍雖然擊落俄空軍一架改裝過的 伊流辛-22空中指揮所 據英國《每日快報》報道 這架伊流辛-22上裝備最新通訊與指揮系統 可與地面部隊與戰鬥機聯繫 俄官方說機上再有10人全部罹難 但前蘇聯軍官艾爾克尼斯分析說 最毀飛機上可能有高層將領 而且死亡人數肯定更高 他推測機上應該有15至20人 消息稱 俄國官迴避命令掩蓋真實數字 阿爾克尼斯估計 除了這架伊流辛-22之外 瓦加納集團在此次兵變中 摧毀了俄羅斯5架直升機 總共造成34至39人死亡 超過烏克蘭反攻至今 為俄羅斯帶來的戰損 俄國局勢仍然動蕩 各種不明確消息滿天飛 其中一則消息是 航班追蹤網站信息顯示 三架俄羅斯總統專機 熱十七日下午 從莫斯科起飛 其中一架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因為此前曾有普京出途的消息 所以俄羅斯專機突然前往華府 引發廣泛關注 俄國官媒塔斯社之後報導說 這架專機是去華盛頓接俄國外交官回國 他們因三年期滿被勒令離開美國 至於另外兩架專機的目的地 目前還沒有確切消息 以上消息引發的關注 反映了外界對普京的掌控能力 失去部分信心 另外瓦加納首奴普利哥任的專機 原本已是當地時間6月27日早上7時40分 在另一架雙無機的陪同下 降落在白羅斯首多明斯克 近郊的空軍基地 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也證實 普利哥任確實已在白羅斯境內 但值得關注的是 在空軍基地停留15小時後 這架專機又在27日晚上10時39分起飛 前往俄羅斯 白羅斯一個獨立軍事監測組織 白羅斯基哈盡透露 27日盧卡申科是一處官邸接待普利哥任 盧卡申科在此停留了足足5小時 直到晚上10時才離開 據猜測 雙方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談判 盧卡申科離開39分鐘後 普利哥任的專機 一架識別代碼 RA-02795的來格塞600商務機 受起飛前往莫斯科 與專機一起降落 白羅斯的商務機 也一同飛往俄國 不過外界不確定 普利哥任是否在飛機上 實際上是觀察人士看來 現在的普利哥任已經不具備威脅力 美國政治風險顧問機構 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麥甚至說 普利哥任失敗就已經成了活死人 布雷麥日前在亞洲財經論壇節目中說 如果是普京還能讓普利哥任繼續生存幾個月 那麼他會十分吃驚 覺得不可思議 美國參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華納說 普利哥任自稱在明斯克一家 無窗戶的旅館裏面 明年台灣與美國大選 令國際地緣政治局勢面臨考驗 政國族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 前美國諸聯合國大使克里 6月27日表示 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是目前為止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最大威脅 據美國之音報導 克里當日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有關 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講 他談到北京最近一系列對美國的挑釁行動 包括中共戰鬥機和軍艦在攔截騷擾美軍 及間諜氣球飛越美國核道基地等 他說這些挑釁並非巧合或意外 這是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有目的的行動 他決心擴大自己的實力 在軍事和經濟上擊敗美國 美國是中國的頭號目標 克里說共產黨的終極目標已經很明確了 中國正為戰爭做好準備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已經公開講過了 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話 並採取相影行動 克里特別提到支持台灣的重要性 因為美國與台灣的安全是緊密相連的 他說應該讓北京知道 入侵台灣不會只是受到輕微的制裁 這個將意味著全面的經濟脫勾 使中國受到嚴重的損害 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27日舉行名為台灣因素的線上研討會 聚焦台灣總統大選、美中台關係等議題 會上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印太研究主任國內疑話 中方十分關切明鏈台灣選舉的結果 不過即使大選由國民黨或民眾黨候選人勝出 北京最終仍會對台灣進行政治施壓 國內疑研判 美中都不希望軍事衝突發生 縱使出現意外 雙方亦不見得會進入全面性的戰爭 因為中方清楚 自身實力還不足以應對美國 香港醫管局推行大灣區專科護理知識交流計劃 要請首批70名大陸護士到香港工作 號稱何分擔香港醫護工作量 但自由亞洲電台獲釋 這個計劃並沒有解決醫院人受不足問題 官方說法有水分 自由亞洲引述匿名香港公立醫院前線醫護指 大灣區醫護到香港之後 都只會分到比較輕鬆的工作 感受不到香港醫護的壓力 而且與本地護士同酬不同功 這位前線醫護說 護士在食早餐前需要洗18個人的傷口 但根本沒有人敢敦促這些大灣區醫護 他們名義上做跑腿 但還要多派一名資深護士來看著他們的工作 反而減少 那還要多派一名資深護士來看著他們的工作 反而減少人手 反而令人擔憂 此外 在大灣區交流計劃之下 大陸護士不需要註冊 就可以參加臨床工作 當中存在隱患 這位香港醫護表示 如果出現醫療事故 責任不知道如何計算 中港兩地的訓練要求完全不同 前線的醫療素質也有差異 香港醫管局推行的最新計劃 要求兩年內邀請300名廣東省護士到香港 第二批將有100人 預計年底或明年初抵達 澳洲人報6月28日報導說 新西蘭外長馬胡塔 3月訪問北京時被中共外長秦剛訓斥 雙方爭執了個幾小時 報道說秦剛一上來就裝腔作勢 不僅韜韜不絕發現 還大聲訓斥馬胡塔 馬胡塔給予還擊 馬胡塔證實上述情況屬實 他說自己以非常強烈的方式回應了秦剛 不過雙方之後達成共識 安排新西蘭總理希金斯為期6日訪華行程 6月27日 希金斯是北京與習近平會面 而新西蘭原定這星期 與澳洲外長以及國防部長會談 但這次會晤被推遲 媒體詢問馬胡塔 會晤被延遲是否與希金斯訪華有關 馬胡塔說會議推遲是因為行程問題 好了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